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又是向左网的节目时间了 到顺便提一提就是说 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先多谢两位帮我们做首遇的朋友 阿湛和阿邦尼 好了 今天我们录影日子就是4月26日 如果大家还没有遗忘历史的话 其实都记得1989年4月26日的时候 当北京的学运刚刚开始的时候 人民日报发表一个叫做426社论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426社论的内容 很大程度上就是说 整个学运本身的定性 都是由426社论开始的 简单来说就是426社论 基本上是这个学生运动的定性 又或者中央政府怎样看这件事 其实很大程度上都会对日后的学运的发展 或者甚至学运的领袖领导 怎样去参与介入 甚至是怎样跟中央政府建立一个关系 其实都是一个很关键的部分 所以我想今天由426社论开始 其实都可能大家有留意到就是说 当内地发生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的时候 中央政府或者党本身的定性 很大程度上是属于 涉及那件事的一些 可能是组织 人物 甚至是整件事件本身 就是究竟最终的走路在哪 当然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这些 跟中共对着缸的人 组织事件最终都是被镇压 但是我们环顾在差不多 这二十多年的历史里面 就是定性本身作为一种政治的话语 或者定性本身 就是作为去理解整个历史的密络 或者整个部分 我想无论作为理解中共政治这个东西 或者甚至作为理解国民教育 我想这是一个必须理解的部分 其实定性当然是一个话语权 其实我们都分析过很多次 就是说中共这个政党 它夺取政权 固然是有用暴力 因为他们素诸于一个社会革命 就是说要推翻这个资本主义 推翻这个地主阶级 资产阶级的专政 多一个革命理论 这个革命理论本身 我们统称之为马列主义 但是马列主义 或者马克思主义本身 只不过是一个学说的发展 当然它一到到去 跟政治活动结合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 基本上强调认知和行动的合一 即能动的哲学的话 当然一定要发展 不停发展 不会说某个圣人想了某一件事 就随之永世 而中共或苏共夺取政权之后 它们就会变成一个解经人 如何呢 就是它们的政权如何合法 即使它们的政权变质 或者已经脱变成为一个统治集团 它都会用那个话语来解释 这个解释话语 用一套方法去解释这个世界 将一个似是而非的世界 即是说你又不可以说假的 它解释这个世界是在这 只不过它搞乱了你关係 以色形态就是这样 如果好像宗教那样 就比较不同 宗教就是有一个 无办法证实的天堂在这 这个世界只不过是天堂的反应 或是上帝意志的反应 当然对一般人来说 有很多人就不会相信 当然它宗教作为意识形态 本身都是会解释现实的 但因为它解释的方法 本身很多人经过理性主义的 这个敌当之后 其实就分了 你信就信不信就不信 宗教就当是信仰 就不会当是一种解释的 科学或者这样 好了 神学就是神学 科学就是科学 而中共依赖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一套社会科学 所以它解经解讲马克思是甚麽 由这样的一个教条去出发 再去歪曲那个现实 所以就出现了定性的问题 因为共产党最后来说 就是将一件事定了性质之后 就会有相应的措施出现了 所以定性在一个一党专政 尤其是以教条为作为整个统治基础的政权 不论你叫共产主义也好 以斯兰教好 所以你看到的 以斯兰都是很重视 就是以斯兰经讲什麽呢 这个穆罕默德的要义是什麽呢 其实就是将死的人的东西 握住活的人 就是说我死人讲了个东西 你不遵从他即不行了 定性就是这样 定性在这个中共来说 就是由中共中央的常委会去定 定了之后就交给中宣部去宣传 当然它有其他的部门 有中早部有中联部 中联部就对外 中早部就是管内的 426社轮的定性其实都不是第一次 大家在这个反右运动的时候 双白方针出现的时候 又是共产党讲的 到定性说不行了 问题起了变化了 又是它定的 所以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反右也是 反右更加大笑话 这个双白方针变了反右运动 固然是一个很黑色幽默的笑话 就是老毛就是说 毛泽东说我这个是阳谋 我这个不是阴谋 你们狠狠 我们隐蛇出动 那怎样对回自己的人呢 就是彭德怀 本应上去路山之前 都是反左的 因为何谓反左呢 左的意思就是过分了 在共产党的统治内 零左勿右 本应就是说你们讲得太过分了 本身也是好的 但是一上去的时候 见到彭德怀反对 他有人反对的时候 他突然间定了反右 定了性就麻烦了 所以彭德怀 由1958年到1960年 要杀身之和 就是因为毛泽东定了一个性质 叫做反右 不是反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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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当时的三面红旗 亂搞到人没有饭石 搞到浪费人力物力 不是这样 反而是反右 就是说做得未够 还有一个 林彪也是定性 他是一个野心家 刘少奇也是定性 这个叛徒罗间公察 定了叛徒罗间公察 之后 是资产阶级路线 司令部之后 就定了他 然后又如何挪斥罪名 定了性之后 既然他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他肯定是和帝收法在一起 帝国主义 修正主义 这个反动派在一起 他又定了 定了要找证据 找证据 找证据就偽造刘少奇 当年在共产党里面出卖 共产党 维格了这么久之后 再去找证据去完成定性 到林彪踩住 林少奇的尸体上去之后 又被毛泽东定性 这次就是批能批孔 林彪和孔子固然是有些联系 因为他是中国人 他都受孔子影响 但林彪用孔子的东西来作法 所以共产党的定性 真是千奇百怪 你现在定了阿艾薇薇 就是独立特行者 即是说现在你未必好像以前那样的颠覆 但独立特行也不行 独立特行会发展到成为颠覆 现在都未定性 但独立特行定了性 就叫新华社 就说网上有人说那些坏东西 又将独立特行 即是说troublemaker 即是一个义类 又丑化成为一个坏的义类 伤风败德的义类 这个闪念寡恥的义类 这样来搞中共 先定性 后抹黑 再斗争 再判刑 这个就是定性之妙 这个四六定性是怎样呢 四六定性就调到很卯妙 我想说 其实大家有没有留意 共产党整人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反革命这一条 原因是他自己也不说自己是革命党 他自己也有一些丑丑的 而且如果解释自己是革命党 也没有理由合几十年命 第一 你再用革命这个字眼去解释 中国里面的弊漏已经不行了 因为你是革命 为何你不跟那些坏东西呢 第二 就是 他现在做了执政党 执政党就是说 你反对我 你是革命 也有罪 如果你是革命 夹革命 就很烦 所以 反革命 你又是革命 又是反革命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词语上 这就是1935年和1994年出了国家安全法之后 就将所有刑法里面的反革命罪 就取消了 就改为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颠覆国家政权罪 就将中共的统治 就不是一个革命政权 是一个政权 他就说自己是执政党 已经不是一个革命党了 在1989年4月26日 为什么要动乱 必须其次鲜明地 反对反革命 一来吐咬喉 这都不是原因 因为动乱 在那时候 很多人很害怕 大家要明白 何谓动乱 动乱 在共产党的词会里面 就是十年动乱 即十年的文革 十年文革 到底有多少年 真是文革 在我体内只有三年是文革 其他人已经在毛泽东提倡 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 圈定了林彪做接班人 摆平之后 从老的官僚妥协了 之后 搞三结合 老中称三结合 已经搞定了政权 所谓夹委会 政府也没有夹委会 那时候 毛泽东 说他是革命 其他人是反革命 但过了这么多年 如果你说这些人反革命 反而很吃香 这些人反革命 当然是好人 反革命 反革命 变成了一个词 就是说 很多得人害怕 很怕 但他觉得这些人一定是有料 一定是做好事 就像合渡罗宾汉 那麽很大 所以 如果你说他反革命 当年1989年4月26 说那些人反革命 即是说他好事 即是道亦有道 所以他说动乱 因为动乱是会令到普通的无知市民 觉得文革又来了 亦都是对中共里面的 党外的元老 在文革挨过 批斗的人 就觉得 喂 又来了 又吃二片股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意识形态 这个辞定得相当好 就是动乱 就是说 必须其次鲜明地反对 动乱就是说反对文革再来 当时 当胡耀邦瓜柴之后 就是死了 然后由于 胡耀邦在86年的时候 是同情学生运动 他比较开放 比较青年 所以胡耀邦在86年因为 没有镇压到学运 他叫学潮 在1987年的1月被人拿去开会 开生活会 什么是生活会 就是闲话家常 开了一下 突然间 那些元老全都列席 就说不如炒了胡耀邦 胡耀邦就走了 照废 照废 照废下有肺症 就走了 变成胡耀邦做了 那次都算文明 没有人投落地 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了 在4月因为一次争论 我想都是政治争论 或者人事争论 就当场气死了 突然间心脏病化死了 所以当时有人说 就是该死的不死 不该死的死 该死的死 该死的不死就是邓小平 不该死的死就是胡耀邦 邓小平是震怒的 然后就是胡耀邦假假地 都是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死的时候 亦都做过中共中央的总书记 是这个老等传位给他的 所以要风光大壮 风光大壮的时候大学生就说 你风光大壮我们想进去祭 这个我们是好书记 搞了20万人在天安门等 想派代表进去 所以没有人理他 当日郭爱峰和另一位 又在下跪 李铒出来都不踩他们 掀起了学潮 你这样该死的不死 不应该死的死了 你逆天理 跟民意的落差很大 李铒这个人虽无过快面目可憎 为什么李铒虽无过快面目可憎 因为他做的事都不是很好 现在他是水利部长核电 什么都要搞的 他搞政绩非常差 他是留学苏联 即不学武术 因为他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契子 就是二子 因为他老爸是李铒的老爸是烈士 周恩来邓明思就养了他 所以他就等于周恩来的儿子 所以他就放他上去 副总理就等做总理 所以当时差得很厉害 就是高通货的膨胀 是吧 就是令到民怨很厉害 因为这个 这个中共的 群大关系的政治造成这个 这个团职造成这个 这个选公肥痴很清楚 所以一发布就收拾 所以他就说 当时学生就组织了高校自治联会 准备就是争取这个大学的改革 他有所谓高校的七条 希望和政府对话 这样就搞出来 所以政府不理 他们就决定 就是经过了新华门420的血案之后 就全国因为出了曝光 所以就激起公愤 北京的高治联和国际的高治联合 就是希望能够争取改革 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 这个人民日报就 就发出一篇社论就叫做 必须其次鲜明地反对 这个就叫做426社论 因为它是4月26日發表的 4月27日就是个大行 因为是回应426的社论 因为426的社论就定性 说这些人是搞动乱 当时被人定了性就很大件 所以大家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亦都为了一个改革 就决定在4月27日搞大行 这个大行当然是 事后看起来就是一个转捩点 因为当日4月27日 街头是公安满报 党委书记校长全都在高校里面 叫别人不要出街 所以当时有一个最令人鼓舞的画面就是 这个公安是围住 即是顶住北斯大大校门 所以吴余契就冲了出来 警察删杂他就冲了出来 他又回到去 因为他骑驳马站在上面 接着就冲了出来 打令同学出去 当时一出去了之后 那个反应非常之好 就是很多平民捐钱给他们 扔些雪条给他们 扔些食物给他们 426社论就是一个非常之 灭视群众力量 灭视群众当家作主 灭视这个基本人权的社论 就是说你出来讲话 你是不是动乱 所以我们今天我都去示威 我就去消这个426社论 影印了这样 被那些警察噴到周身都是 灭火剂 我们就觉得群众运动不是动乱 426社论就是遗臭万人 当然由于定了动乱的时候 一直抗争来到最后演变到 5月中旬的公开要邓小平下台 而整到有军事戒严 经过了十几天的相识之后 终于派了独当小平和军委会主席的名义 调动了七大军区的部队 包围北京城 在5月21日就颁布了戒严令 戒严令到六四的血腥屠杀收场 所以四六社论是第一个错 一错而栽错 栽错而栽错 栽错而栽错 栽错而栽错才会搞到 共产党的撕破脸皮 以前秘密拘捕政治犯 现在公开在首都 在天岸门广场是屠杀人民 当然这个是后话 我们在其他的节目会说 就跟回那些日程来说 所以今天又有何不同呢 刘耀波是颠覆 艾薇薇是动乱 谭作人也是颠覆 他说而已 先做一条罪给你 捉了你之后 接着抹黑你 就是这样 接着就判你 所以其实四六社论 当然是大家值得要知道的一件事 第二就是一个政府公开 用他的喉舌 用人民的钱办 而由他控制的喉舌 是侮辱这个群众 就等于曾荫权在电视上 经常说那些电视 给些免费空间 他走去说 哎呀 现在十字街头 再不限制一步就死了 大家给票我通过这个政制方案 就是这样 香港暂时未淪落到这样 但是很多大财团经营的传媒 亦都会为政府效命 就是这样一回事 好 《长毛》对于这个定性 作出一个历史上 又或者甚至政治上的一个分析 大家都可能会想到 如果你说定性作为一种手段 去到巩固一党专政 因为党说你是反革命的 基本上你这一世都是反革命 当然也有例外 如果你说用文革十年做例子的话 有些人如果当初被打倒 或被批斗 后来因为政治形势改变 能够上台的话 当然我们有听过所谓的 你是错了 讲个故事再听 四人帮死打倒之后 有些人都继续被人杀 尤其是当时有人说他反四人帮 他说这个更加有问题 党都未说他是反革命 一早就去反 这个人是有问题 特意反 打着红旗 反红旗 明知道他有问题 但利用党的错误去反党 这个四五天安门事件 即是1976年4月5日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 都是由全国充斥捉到人 到1977年平反四五天安门事件 邓小平要复出 邓小平在四五天安门事件里面 被指背后的黑手是中国的立吉 所以撤销他的职务 邓小平出来当然是威威 做副总理各样的事情 那些群众都没得平反 因为他说你这么早反 党都未反四人帮 那时你去反 你是否别有用心 你是否打着红旗反红旗才都有 所以定性是很奇怪 挺变态 他问你为什么这么早反 你是否有阴谋 那就是苏联有个笑话 就是一个人上班永远迟到的 他就说标迟了 这个人组织就说他不行 这个人很懒惰 有一个是早到的 早到的也有事 就是 是否有阴谋 是否有阴谋 是否过了一次 有一个就是刚刚好 就是标没有事 那就是特务 如果你不是特务 苏联标永远都不相信 你现在是带了一只外国标 现在不是特务 所以很大件事 就是共产党统治 总之他说就是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 其实在历史上 都不是小这样的政权 譬如拜占庭帝国 是否用东正教的教义去统治 羅马帝国 东罗马帝国 西罗马帝国 都是用宗教的教义去统治 我相信人类在很长的文明历史里面 都是用一种教条去作为一个 政权管治的最有效的 所谓统涉的工具 除了你是刀砍人之外 你都要解释到 为什么要砍人 所以现在特区政府就解释 我们的施政可能有问题 但是你暴力 你一暴力我们就不改了 或者你还错过我们 所以我们不用改 你改了先 你不要冲击我们才说 有没有这么艰难的人 所以我想大家都会留意到 定性本身背后的意义 刚才长毛也说过 现在特区政府基本上 一来就是他自己私人暴力 但他不认自己私人暴力 他只是私人暴力 一方面很多人用一些公民抗命 又或者用一些很明显的行为 去反对政府政策的时候 就说他们暴力 你现在特区政府也是这样 必须其次先鸣地反对动乱 他就是说现在出来抗争的人 搞动乱 他现在就是说你什么激进 总之他一大区名词就是 总之你不依现在的规矩 你不跟我打工作义 你不叫我阿sir 你不叫我尊贵的特首 你跟我说的话就没意思了 你一定要端正态度 就是这样 你一定要和颜与识 这个颅颜皮骨 这样跟我说我才会听到你说 不然你这么大声听不到 现在特区政府打的黄牌都是 必须其次先鸣地反对动乱 就算我做错事 我都是施政失误 你帮人这样搞就会搞乱香港 你是别有用心的 你是想奪取政权 就这么简单 这个诸心之术 其实在专制政权里面 一直都是用来用的 或者打着宗教的旗号也好 打着正义的旗号也好 就是说只有他才可以 根据他自己创出来的教条 去定规则要你遵守 而他随时可以改 就是一个这样的 在圣经里面祭司也是这样 什么叫祭司 就是因为他懂得祭治的儀式 亦都懂得那些经文发电 就是这样的 就是他垄断了解释权 垄断解释权本身 其实可以是一个很令人好嘴上的效果 正好呢 最近很多学校都通行国民教育 我想其中一件事我都会留意到 就是很多学校特别 现在有新高中的通识 很多时候这些时事 就是一种讨论的教材 最近在网上都有流传多一些 对于最近某一些社团 或者某一些人用所谓暴力的手段 去表达不满的那一种说法 就是很多时会被人献掩到 就是一种就是说 你私人暴力 你是不是想着搞到社会不安宁 你是不是想着搞到整个社会 没有秩序没有化力 或者甚至令到整个社会 陷入一个动乱的局势里面 其实很简单 你看圣经也有所谓的律法 就是最流行的旧约正经就是律法 你要遵守律法 那些大制司就是律法的代表 其实在香港都是一样的 他定了而已 哦 香港是不靠大陆不行的 定了不用拯 第二就是香港不做一个金融中心是不行的 第三 香港不高地价政策 我们就没有钱去政府支出 第四 如果人工贵 因为没有人来投资 他一大陆 一大陆 都不准问 一教条隔 就是有个前设 然后就说 你反对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一定是有问题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 这个 不用 不用大声 没有礼貌 激烈的方法 去大声说的时候 他就觉得你都很好 你真是认识错误 如果你大声大气跟他说 迫他听到这些东西 也都令到其他社会的人都想听到 那个意见然后反思的话 他就说你这个暴力 很简单的道理 你去居屋 减建公屋 今天居住问题不是他做出来吗 就是10年前做出来的 就是上下这样的事 十年前私人的暴力 软暴力看不到的 你反对他用硬暴力 你试试当日你上街抗议说 唯不起居屋不行 这个 减少建公屋不行 又是暴力 是吧 当日 这个地铁 上市又是董建华搞出来的 不是暴力来的吗 是吧 搞到今天地铁粒粒乱 整天又加价又这样又那样 整天都说来说去就是 不好意思上了试 我们有三十多个巴仙是 小股东来我 我不可以回复他利益 我都未听过有这样的逻辑 要六十多个巴仙的大股东 去就那三十多个巴仙的小股东 我真的听不明白 这是第二 第三 领会也是 人家叫了你不要卖 不要卖那些防卫会的资产 不要这样做 你又是卖了它 又是搞到现在鸡毛鸭血 不是暴力吗 叫了你 叫了你不要搞西狗 现在搞成这样 又不是暴力吗 全部都是他们的暴力 不过他拿了权之后 他觉得他做的天经地 而你反对他 你大声就暴力了 他们有没有说过 他大力去推行 假如我们接受的东西 是暴力 是否很简单的道理 不过很多时会见到 人只是针对见到暴力 去到恐惧 去指责私欲暴力的人 但很多时 有时和人聊天 都会发现到 他对见不到暴力 譬如说 租金上涨 因为你知的 现在没有租款 他好像知道什么事 但他不觉得那些是暴力 他觉得 这个意思形态 就是他们自己的特权 即资产家的权利 有时亦做资产家法权 即是说 凡事都是要自由贸易 你情我缘 但如果你的前提条件 在交易那时的前提 已经是不平等的时候 何来这个平等贸易 即是等于 你叫一个 好像我失败的人 和一个 100公尺 拿冠军的人 谁快点去拿到 苹果就吃了 那是没意思的 是吧 没意思的 苹果是放在那里的 是吧 那些人说是 大家可以直接跑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 我觉得 将市场作为一个天生 不变的东西 是不变的东西 是变来变去 都是人类最佳选择的 其实这个就是意识形态 如果市场是这样的 就不需要打仗 如果说 好像他们宣扬的 所谓用暴力解决不同问题的 又没有美国革命 又法国革命 为什么当日这个 华盛顿 杰菲森那些 都是被这个英国人 说他是 这个卖国策来的 为什么 要 要 去了北美洲之后 就叛国 他捉到叛国 法国一样的 所以其实很可笑 当这个民建联 去纪念辛亥革命 是 定性 收入革命 原来就是因为 孙中山先生 他说到 就是预知到 共产党的夺取政权 所以他先做了这些事 他当然不会这么说 但他解释历史的方法就是 孙中山先生先知先觉 不过都不行 最后都由我们来完成 换言之 孙中山先生 只不过是 共产党执政的 一个历史过程里面 好贱格 抽孙中山水 当然他不会说成这样 第二 谭耀宗 他懂什么叫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就是用暴力 就是用暴力去除 满洲人 对汉人的统治 由满洲人对汉人的统治里面 种种的不平等 现在 现在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集团 虽然现在是同盟同种 但他不是对其他那十二亿的人 一种暴力的统治吗 再讲 辛亥革命 民族主义 就是要驱除达老 恢复中华 之后还有很多事情 所以 所以 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 觉得 哇 革命做了十三年 都搞到这样 国民党 人家辞出世的 共产党都搞到烘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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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河革命的权力 由满清掉到军阀 所以他要补充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里面就是 民生主义 没有讲多少 是设制资本 平均地权 就是两大条 其他不要讲 其实比较复杂 平均地权 大陆不是圈地吗 不是将各有的土地 圈了给财团发达吗 或者是官僚勾结的财团一齐发达吗 香港不是这样吗 你讲什么三民主义 怎样平均地权 设制资本 你怎样设制资本 阿哥 这个汇丰银行 全部都跟地产商 一起成为超级壟断集团 你看看 只能看到金融地产的投机 金融地产多钱多对 做其他生意 你已经知道 它是背叛三民主义里面的民生主义 民权主义更加 民权主义 共产党党专政 特区政府小圈子选举 和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分立有什么 五权 当然我觉得是假藏住屋 考试院和交察院 你来得太远 你现在一权专政 一党专政 行政主导 你叫人不要用暴力 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用暴力 国家是万岁 国家等于政党的尊政 那你真的来得太远 虽然孙中山先生后期 他自己的孙中山时也很矛盾 有说过军政、训政、宪政、宪政的说话 在那里等 你纪念什么 就是你的团队 知不知他口字怎么写的 有什么资格去 所以我就去商务人书馆 买了一本三文书给他 三文书43元 43元 当时在台上的 譚耀宗穿到中山庄 好像宋笨一看就看到他衰尚 还有中山庄 第二就是唐英年 唐英年是吊吊吊的 只会喝葡萄酒 他一定不懂三文书 一定不懂新海革命 譚耀宗可能会懂些 但是歪曲 亦都是背叛了 中联办周生 我都不记得他叫做什么 又是我买两本就送给他 暂调中我没有送给他 我送给他 先看三文书 不要你吹嘴 很侮辱 吹嘴都很亂说 他头顶上就有孙中山像 他阵影是射下来的 他真的不怕有鬼 所以你说文建元 真的不学无术之罪 文建元头亲的票 有什么不是益大利益商 两次合拼 又赞成 领匯 又赞成 领匯是全世界最大宗的私有化 是访效美国的收租股 什么都是他们做的 削減公务员人工 也是他们做的 什么都有份 就算说到现在 真的很兴 派钱 赞鼠出来认 王国卿和 王国卿出来 骂曾俊华 你听市民说 你都值得检讨 然后又说我们阻止 他派钱 令到香港人拿不到6千元 我真的想问王国卿 几年前 三年前 他派那6千元去MPF 那时候你有反对到吗 如果你不给他票 他派到那6千元去MPF 你是不是欠香港一个人情 是不是 你自己当日 亲手给票他 把那6千元 弄到棺材本那里 第一 你给了票他 你又不提醒他 不要再做 到他提出来 我扔完东西 吵了 你才告诉他不要做 你这是什么人 这就是赵元聪 这些人哪有配奖 人脈 三文主义 所以谭聪说 我们是心智不成熟 我的孙女 当然是 一个小蚊子 童言无忌 小蚊子最清楚 看得清楚 郭王的新意 怎会学得他们 礼環折曲 当日小蚊子 就是 好像谭耀宗那样说 不是好像那班 看着一个 皇帝没有穿衣 那班成熟的人 心智很成熟 成熟到难 看到皇帝没有穿衣 你不怕丑 你不怕丑 这个庄严的场合 童言无忌 你做一个外公 那个 做一个阿爷 孙女在吵 你问他是不是肚痛 你不问他 阿爷是否正说给碗粥你吃 是热的 心智未成熟 一定是车毁人 害死孙女 这些这样的家长制 这些叫麻木不仁 老而不 知道吗 老而不就是这样 老而不死 所以你说这种家长就定了性 因为你是小孩子 你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权势 你说什么 你说的当然是垃圾 你说的我不会听的 其实可能他说给谭美中听 阿爷呀 阿爷 你好像未拉拉链 他都说不用说 阿爷你好像口流百泡 哎呀 甚至未成熟 那你就病死了 长毛步骤 你怎么搞错 你这样也可以吗 不是因为他说的对不对 是因为年龄 是吗 是吗 很简单 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是小孩子就不用听 所以这个就是家长统治 我想那一刻他真的会吓到 通常我们见到人 如果去到这样的情况 作出这样的反应 要不就不会出声 要不就说了一堆不知什么 我现在说完这个故事就完了 今天当故事 现在听过 吴刊文就私访了 温家宝 吴刊文自己单方面说 温家宝都欣赏他 经常看他的文章 其中有一篇文章 就是说下一任特首就是维稳 温家宝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 笑一笑 这个是吴刊文第一种 温影帝 演技非凡 影迷稀少 所以 影帝碰到一个死心塔地的影迷 这个影迷 又碰到一个 高高在上的影帝 一拍即合 吴刊文 吴刊文 真的 见到自己心仪的影帝 一举手一头捉 一刀屁 噴口水都是香 所以他就觉得很初遵光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签名 是不是 不签过名回来 影帝有没有签过名 有照片 他觉得 真是马屎樸观世 见到刀马屎 一闻到那些马屎香 都觉得 嗯 近了近了 天国近了 唯一哥 他就 跟他们 私会了之后 就出来讲 其实我告诉你 吴刊文肯定是拆梁振英 说到特首就是拆梁振英 第一 第二 吴刊文 吴刊文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神话故事 就是一只 尿飞向太阳 其实他的翼是用蠟造的 越近太阳 就会融的 融了一些 你以为你真是真什么尿 你成世人没见过权贵 你现在很兴奋 而且梁振英俊一年 要不要这样 要不要 好像我以前表姐 你远见到陈寶珠 陈寶珠 陈寶珠 所以你看到的 吴刊文 在大共产党里面算是开明的人士 麻烦你了 吴刊文 人家是李嘉诚才威 李嘉诚又怎样 你老板施肝为敬 死不死 因为坐在台上 你现在香港人就是搞成这样 认识大陆某一个大老板 这个大官就觉得 不可一世 吴刊文 终于跟中国第一大影帝 我还不是中国第一大影违 我还不是中国影违会会长 终身会长 吴刊文 记住 太阳是有热力的 这个太阳还是热到 发毒的紫太阳 你拍下拍下 那些纳翼 分分钟 还有一样东西漏了 中国最出名的是山寨 山寨液 不要当真 我觉得吴刊文 这位老先生都是 从某个角度说 共产党多次 他仍然是不以之神 我觉得挺可怜 很多时候人被欺骗 如果人透过不断被欺骗 建立一种幻象 来自欺欺人 很大程度上 都是中国政治一个悲剧 当然无程度上这个悲剧 都是他自己去选择 很简单 好像温家宝说的 你在茶餐厅听不到吗 中国一定有政治民主 有法制 茶餐厅 白色的东方日报 有苹果日报 有苹果日报 那些日报 是吧 避哥都讲了出来的 为什么吴刊文不感动 而且权势 他觉得那些人说的是无用的 如果说太多 令到权者不开心 可能会发坏事 如果权者讲就不同 这个全是功利势利 完全是中国人读书人 不能为天子师 亦都要为天子史 的一个穷孙心态 这就是幕僚心态 幕僚心态死了很多人 毛泽东的秘书 没有过有很下场 田家英、陈八达 有些被他逼死 有些后来坐牢 变了林彪反当集团 这个陈八达 这个蔣介石也是个陈暴雷 自己的身水都不够用 投机又失败 喂 小心 真的 变了立役 所以说过今天就说到这里 算数了 你报仇 不是说得太多 真的不是很好 不要这么说 多说多些 好 拜拜